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有请 合理老师来给大家讲 顺序合理的 各位香港朋友 各位大的朋友 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哟 晚上好 好 开个玩笑 中国少话啊 王婆卖瓜自卖之花 有看你王婆卖王宫的吗 我们利亚老师错到了啊 这也是跟Kim学到的吧 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三位钻石总裁 给大家做的一个钻石之路的心路分享 真的非常棒 其实每一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 来跟大家分享了 他们从加入结诗的第一天开始 为什么选择结诗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其实讲的过程呢 很多朋友的话呢 可能听的呢 有些听进去了 有些呢可能还是觉得呢 哇这条路口还是蛮长的 对吧 有两年的 有一年的 有三年的 像我们是四年的 但是 讲来讲去啊 其实我们回顾起来 其实就好做好那几件事就行了 所以下面呢 我呢 我呢用这种文字图表的方法 来给大家描绘一下 我们USGS全球创付系统的一个钻石总裁生产线 在中国大陆出的人都看过一本书吧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对不对 在现在互联网时代 在吉士兵台 我们也应该知道 鑽石是怎么产生的 那鑽石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觉得呢 我们要从USGS系统 我们来 借助这个系统的成功的方法来了解一下 在吉士全球 目前已经产生超过60位的三转总裁 双转总裁和钻石总裁 这些钻石总裁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成功的故事 但是在吉士兵台 60多位钻石总裁当中 有一个拥有20多位钻石总裁的 一共SGS创付系统 以它独特的方法 在吉士第一人听会 具有20多年成功技能的带领下 我们走出了与其他很多钻石 不同的一条路 那就是我们拥有了 一个USGS创付系统来做 因为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在吉士平台里面的 一个事业的导航仪 如同飞机 没有导航仪到达不了物理地 也是我们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建立工具 很多朋友加入吉士 都希望又快又好的把吉士生意做开 能够尽快的上到蓝宝 红宝 瑞宝和钻石 能够帮助很多人获得健康财富 能够帮助自己实现财富自由 但是如何又快又好的 我们必须学会借力 而USGS创付中正是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借力工具 同时这个系统也是我们每一个个人的潜能的开发器 每一个人的能力真的是无穷大的 只是被各种各样自己和外部的原因束缚住了 我们的团队力量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但是也是被我们个人或者被他本人的很多东西限制住了 如果能有一个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束缚打开的话 团队的力量真的不得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系统称之为钻石总裁的生产线 这个钻石总裁生产线在过去几年给了我们整个集市平台 给了我们集市伙伴们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 也是出色的一个成效 在2014年1月到12月 即使全球 一共新产生了32位钻石总裁 其中有16位出自于 USGS创服系统 占了50% 这个里面的原因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学习 大家录下 又快一号上钻石 在2015年我们可以乐观的预测 将会产生更多 USGS系统将会产生更多更多的钻石总裁 新的钻石总裁 包括我们在座的朋友在位 所以很多朋友在2014年去年10月版 当他们在1个月之位 我们系统一架式产生 10位钻石总裁的时候 大家哇好像买菜一样 排队上钻石 是不是排队上钻石 我的感觉 很多朋友的感觉 就是排队上钻石 只是你有没有排到这个队里来 如果你还在门外观望 还在远处观望 你没有排到这个队里来 没有进入这个系统 那钻石离你很遥远 如果你已经排到这个队里面来了 那么我想 钻石离你已经不远了 那么成功的秘诀和方法是什么呢 同样的平台 同样的产品 同样的盈利模式 分配模式 为什么有人快速成功 有人发展缓慢 这个里面 一定有道理的 像我们Patrick总裁 像我们Tracy总裁 还有其他很多钻石总裁 一年之内就变胜 从蓝宝变成红宝 绿宝再变成钻石 他们的成功是怎么回事呢 到底有什么奥秘呢 我们下面给大家分享 我们系统领袖庭会说 做劫师生意要想成功 很多人呢 是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方法 去找秘诀 但是其实故事的一个最重要的 那就是心态 在做劫师 这个生功过程当中 刚刚几位总裁也介绍了 心态 调整好心态 把自己定位定在哪 劫师的价值到底在哪 你为什么要做劫师 做劫师 你把这些都搞清楚了 你做劫师 将会产生无穷的动力 而方法只占20% 为什么要做劫师 你要有饥渴感 要有迫切感 找到为什么 举例来讲 刚刚我太太说了 我们到了55岁了 做传统生意做了一辈子了 我们都没有感到自己实现了从小的理想 都没有感到我们带着美工到美国去 我们要成就一个大的视野 都没有这个感觉 因为传统生意真的太折磨人了 预期说挣钱 不如说受煎熬 55岁了 还能有什么样的好机会呢 已经奋斗了几十年了 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 未来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 还有什么好的机会给我呢 所以当我们在2011年的1月份 有朋友给我们介绍了 美杀杰士杀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们感到 这可能是我们这人生最错的机会 因为在过去 输入类似的机会 已经走过好多了 我们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个原因没有抓住它 那这一次机会 我们绝对不能再放过了 是因为有这一点点想法 或者是叫宇宙不同 或者叫一脸之差 让我和太太抓住的机会 真的在这个集市平台 尤其我们很幸运的 在聘会的直接的辅导 帮助 在系统直接帮助建立下面 我们真的四年时间 我们获得了自己的成功 也获得了自己的财富自由 并且可以借助我们的经验和体验 去帮助很多朋友 所以这种饥渴感一定要有 如果你说 如果你说 这个事做做做看 或者说 慢慢的 那么没有饥渴感 你的动力就没有 但是如果 你能找到自己的为什么 你就会有动力 有付出 就会坚持到底 而坚持到底 一定能导致我们成功 那么方法决定速度 方法也很重要 20%也很重要 可是方法从哪来呢 刚刚丽雅老师和Tracy和Lisa 都讲了 有很多人刚开始 是用传统的方法 习惯的方法来做 比如说说的朋友 有没有感觉我们像个医生一样 到处去用劫持的产品 去治病救人 有没有 效果怎么样 不明显 对不对 还有的人是东学西学 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做 如同手工做法操作 在过去几十年前 我们很多人穿的衣服 是我们的妈妈 外婆 奶奶 一针一线用手缝的 可是后来进入到我们缝纫机发明了 服装生产敞出来了 我们现在请问在座的朋友 还有哪几位 身上穿着用手工缝纸的衣服 都是服装生产线生产出来的 对吧 因为速度快 质量高 而且它的饰样不断地在翻新 满足了人们追求美的需要 手工操作很难学 产量很低 但是呢 我们如果能用机械生产线的方法来 现在到服装厂去学这个服装操作 简单不简单 很容易 有人付着做前片 有人付着做后面 有人付着做袖子 有人付着做领子 对不对 你只要把各个流水线上的分配给你的工作做好了 你的生产产量就高了 所以我们在杰斯 我们学到了 在21世纪的互联网时代 我们居然可以把传统连锁店的方法 引用到我们互联网电子商务市上来 那就是麦当劳的传统生意的加盟子模式 现在在杰斯居然大行其道 我们每一个人在做杰斯过程当中 不是靠推销产品来获利 而是靠复制许多许多的网上的联锁店 来扩大自己的全球业务 从而获得积分 获得管理奖铁 获得市场业务 所以这个系统的力量 复制的力量 真的效果惊人 远超个人 很多人做杰斯 经常说 你们上级领校要帮助我 我们同伴要帮助我 赚车总裁要帮助我 对 帮助你是应该的 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对你的帮助是怎么帮助呢 是不是说 我有个朋友很有能力 你帮我打个电话 或者说我有个朋友在哪 你最好帮我说一下 他要加入就如何如何 是不是这种帮助呢 这种帮助 说老实话太狭窄了 真正的帮助 是进入系统 你和你的团队进入系统 这是我们上级经销商 我们的伙伴 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平台 能给你的最大帮助 进入系统 我们把它做解释 从一开始到成功 我把它分成12个小的环节 因为大家都知道 生产线就是有一个一个小环节组成的 如同一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 我把它大概小结了 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 从理想起步 就是丽雅老师讲 放大你的理想 后面加个名 第二 加盟与学习 加盟结识以后 要认真地学习 第三 设定目标与计划 第四 学好两个基本功 邀约与签单 第五 要带朋友到说明会 和视频说明会上 去分享近期 而不是自己说 第五 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是考察 结识中是最好的机会 也是一个人 决定全力做结识的 一个最好的解例 爱莫老师培训 那是明天 后天 我们在座的朋友 都要经历的 那真是令人震撼 所有战事总裁培训 我们每年系统里面 都有后面的介绍 四名经销上培训 复制 层层复制 最后行动 不断行动 最后团队成功 个人成功 这是我和我太太 在我们过去四年 结识的过程当中 我们通过自己 过去自己摸索 然后进入戏头 正派两方面的职位 我们给大家写出来的 给大家总结出来的 我们一一给大家分享 成功的流程 专业总裁生态界 从理想起步 找到为什么 这一点 刚刚我们几位 这个专业总裁 已经讲到了 我觉得不再多描述 第二 加盟与进入戏头的决心 我们很多朋友 包括我们在内 从来没有做过电子商务 也没有研究过生活科技 更没有尝试过 甚至于听说过 交互式网购 消费商博式 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入系统学习 而不要把自己过去的成功的经验 以为可以用在这个新的模式当中 告诉大家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可能会耽误我们的脚步 刚刚我就听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莉莎专业总裁 他曾经在一个高山上 成功的高峰上 现在想达到另外一个高峰 我们有没有从一个高峰的顶上 到另外一个高峰的铁锁渠道 没有 一定要先下山 然后迈过一片平地 从零开始再爬上另外一座高山 做结石也是一样 不管你过去从事哪个行业 有多成功 可是在这个新的结石模式下面 我们一定要有归零的心态 一定要重新开始学习 设定目标与计划 很多人说 我认可结石 我想成功 请问 你想什么时候成功 你想在结石获得多大的成功 一定要有具体的数字和时间 我们过去 在2014年以前 我们很多人 过去的想法是两年成为钻石 三年成为钻石 但是结石是一个 不畏惧全球硬材的一个平台 在过去的一年 在获得过去的一年多 结石已经有很多的新科钻石 通过自己的认可和行为 尤其是通过加入US杰斯创付系统 居然用一年时间 当到了钻石 当到了钻石总裁 从钻石 越收了5万为金 所以今天我们把 这个设定目标与计划 用这一句话表示 一年成为钻石总裁 越收了5万为金 或者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所有的世界纪录都不是永久的 都会不断地被后人所超越 希望今天在座朋友 能够超越这个目标 意思要学好两个基本功 杰斯生意再好 杰斯市场再大 杰斯商机再多了不起 你如果不能把新人邀约进来 分享信息 分享信息以后 不能把这些获得最新资讯的人 把它签单加入到杰斯成为你的伙伴 那么杰斯平台再好 你也无法把自己开展出去 所以我们很多很多朋友 加入杰斯以后 包括我们一开始 在邀约方面出了错误 用了错误的方法 在这个签单方面 我们做了这个错误的动作 所以很多的人呢 在签单 邀约签单方面 受到强大的 受到很大的挫折 动较了对自己 动较了自己对杰斯商机的认可 也就是说 无功而返 所以我们要把 这个邀约与签单 作为两个最重要的基本功 练好 听会 我们的系统领袖 专门在这方面 有这个 培训资料 那就是 如何 这个运用ABC的法则 做好邀约与签单 所以这两个基本功呢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第五个呢 这个我们 当年邀约的朋友 用什么方法去分享经济 我们今天是 只要有条件 一定是借助现场事业说明会 如果是在外地外国 尽量的借助 40事业说明会 USGS创付系统 真的不得了 我们20多位赚钱总裁 我们组合了这个USGS创付系统 一年在全球各地 有超过4000场次的 现场事业说明会 这是目前 JS平台最大的一个系统 能够提供的现场事业说明会 仅仅是在台湾 一年就有2000次以上 我们香港一年 也是好几百次上千次 第二 我们的视频事业说明会 每年系统提供400次 每个礼拜用四种语言 中文英文广东话日文 每周语言每周两次 一周八次 一个月三十二次 一年超过400次 来对全球的这个杰斯伙伴 或者是在邀约新闻分享进行之后 提供我们最新的事业的信息 第六个环境 香港大学每季度一次 很多朋友加入杰斯 是在一个小范围之内 通过ABC啊 通过听视频啊 通过参加世界说明会加入的 当时认可杰斯仅仅是个感觉 未必从内心真正的看到 杰斯的绝部的价值 未必能够让你决定 全力付出杰斯 这个时候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去让大家考察 那就是每一个季度 在香港举行的香港杰斯香港大学 这个香港杰斯大学 每一次都有数千人参加 9月份我们来参加的 第九次我们来参加的 12月份的5000多人 据说今年第十次 有可能会超过这个人数 在香港大学上面 将由公司的创始人 清零会场 给大家描绘杰斯公司的发展 将由公司请劳的 世界一流的抗粧脑专家 给大家介绍杰斯公司产品 在抗粧脑领域的先进性 将由全球 很多的钻石总裁 给大家分享成功的经验 还有我们大中华地区的 这个公司给大家介绍 杰斯公司在全球发展的业绩 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所以这么一个场合 是我们很多朋友 考察杰斯的最好的机会 第七个环节 是爱莫培训 高级总裁培训班 很多朋友 认可杰斯 想做好杰斯 那不可避免 你的团队就会越来越大 随着你做的方法正确 随着你投入的越多 你的队伍就越来越大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很多朋友 在过去的生涯当中 可能没有学过管理 或者一直是打工 或者一直是从事 小规模的个体经营 那么在带领团队 尤其是带领庞大的全球团队 当你的团队达到几千人 几万人 十几万人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的能力够吗 有人怀疑自己没有整本能力 其实不是 你的能力都具备了 只是没有开发出来 我们需要一个成功学的老师 需要一个系统领袖 像艾姆老师这样 全球文明 用二十多年的经验 来开导我们 来帮助我们解开束缚 明天 后天 我想在座的朋友 将会接受到 震撼人心的 这个高级总裁 一个培训 那么我们的第八个环节 这个艾姆老师 比如说一下 不是仅仅在香港一地 我们系统领袖听会 在几年前 用慧眼石珍珠 自己投资 请到了我们艾姆老师 每年在香港 洛杉矶 多伦多 台北 吉隆坡 新加坡 这六个地方 每年每个季度举行一次 所以一年 有24次的机会 我们可以聆听到 艾姆老师的培训 再下一个环节 就是卓越钻石总裁培训 成功的经验交流 我们聆会真的是 在网络经济当中 真是第一人 用他20多年的经验 他知道 机械的 书面的理论的教授没有用 我们还需要给大家 一个更好的东西 就是让我们这个系统和平台 产生了成功的 这些钻石总裁 和大家到各地去 分享交流经验 让每一个 出自不同背景 不同的路程走过来的 这些钻石总裁的经验 能够给大家 有一个启示 有个激励 有个帮助 所以这一次像今天 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 来和我们大陆团队朋友交流 同时 我们也请了香港钻石 领袖来给我们大陆的这些伙伴们 也做个交流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系统文化的一部分 就是互相交流 相互介绿 这个钻石总裁交流培训呢 应该也是每个季度一次 在六个国家或者地区呢 今天交流 一年呢 大概有二十个场次 在 第九个环节 那就是经销商的一个培训 我们系统 推出的是运用视频 对全球的经销商进行培训 有不同专题 钻石总裁主讲 每年超过四十次以上 好 这个流程的 第十个环节 是复制以上的动作到下属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很多朋友说 多敏老师 你讲的前面所有环节 我都参加了 我都做到了 而且有的地方 有的 我去的不止一次 香港大学我来了五六次了 爱问老师培训 我听了很多次了 可是我的团队怎么还不起来呢 我的业绩怎么还不理想呢 我自己怎么还没升到蓝宝 还没升到红宝跟绿宝呢 我只问他一句话 你参加了这些活动 很好 你学到了很多 你看到自己的这个潜力 看到了生意的价值 请问 你发展了多少第一代经销商 他说发展了三十多个 再问 这三十多个第一代经销商 你带了几个人参加了前面的活动 进入了系统 他说五个 参加那个六个 参加这三个 我说这就是问题 再请问 你在已经参加了这些活动的第一代经销商 他们又带了几个他们的第一代经销商 也是你的第二代经销商 进入这些环节来学习来做 他压口问 他说没有 我说这就是原因 这就是原因 我们这个系统不是你一个人要进来 不是你一个人要照做 而是带着团队的每一个人 进入这个系统的环节 每一个环节认真照做 如同军队打炸 任何一场战役的胜利 都不是连长一个人冲锋 团长一个人冲锋 甚至司长军长一个人冲锋的 而是组织好了以后 一个团队协同的大部队作战 要冲是一个连一起冲 要冲是一个团一起冲 现在是步炮结合 海路空 加上电子信息作战 全方位来作战 这样子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 战役的胜利 做劫师 商场路战场 一样的也是打仗 不是你一个人冲在前 你要带着全体 全团队的冲在前 所以最重要的 我们在同时做好自己的时候 把我们自己的速度加 把团队带动起来 这样子团队带动起来 我们的速度就加快 我们自己速度加快 业绩挣扎 级别 业绩竞争的时候 会对你的团队的其他人 产生非常大的激励作用 和爆量的作用 第十一个环节 是行动 不断的行动 一直到成功 我们钻石总裁 约束了五万美金 相当于三十多万 四十万港币 请问他们是怎么工作的 仅仅一天工作八小时吗 仅仅是说老板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下了班有个什么也不想吗 不是 我们钻石总裁真的非常辛苦 在上一次我们参加 作业钻石总裁北京的时候 我听到了我们香港传统的Patrick 他在两年前加勒集思 特别想要集思做商机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工作 可能他这个记录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打过 他列出了一千个名单 列出了一千个名单 打电话 邀约他们面谈 结果来了三百多人 差不多每天要见十个人 每天打三十多钟点话 所以这种工作的强度 我们有没有做到 如果我们要想成钻石 就必须像钻石一样的工作 所以一定要不断的行动 他们每天如何做 我们如果每天做 最后我们靠层层复制的方法 让整个团队启动 整个团队启动了 团队的业绩上来 团队成功了 毫无疑问 我们个人就成功了 所以我把这个十二个环节 我们再小解一下 从理想起步 加盟学习 设定目标计划 学好几个功 我们代替我们的新朋友 到说明会去做商机分享 到香港大学考察 我们公司 到艾伯尔老师的培训 来把自己培养 培养成高级总裁 然后呢 我们要学习 说越钻石总裁的成功经验 通过视频经销商的培训 来带动我们的团队 每一个经销商呢 学习一些专门的知识 然后把前面这些所有的动作 一层一层的复制到团队的每一个人 然后行动 加大行动力 最后团队就起来了 最后我们个人就成功了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环节 如同我们工业生产 工厂企业的一个生产线 有人说 我能不能少料一个环节 我就问 一串链条 少了一个环节什么 少了一个环节就脱节 就不可能产生力量 如果少了一个环节 你会少了很多的动力 所以所有这些环节都不要脱 有人说 哇12个看起来我的演化疗了 太复杂了 对 太复杂了 我们要做这些 要了解 要了解这些环节 但是真正做起来 要用简单化 在12月份 作业专专专专门的毕专当中 我听到 我们香港双战统担 非常精彩的关系系统的一个小节 他说系统如同一台复印机 复印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技术 很多很多的环节 其实我们不一定都要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的最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和团队的每一个人 如同一张白纸 我们只要把每一张白纸送到复印机的滚筒上面 复印机滚筒只要一转动 不管里面怎么转 最后出来了就是一张图文冰冒的漂亮的画面 自己作为团队第一个人进去了 然后团队的所有人一张一张白纸从里面进来 所以这台复印机印出来的每一张纸都是非常漂亮的画面 我们系统就是这样 马来西亚的专制总裁June对系统还有一个更好的解释 他说什么叫系统 系统就是跟着我做 专制总裁是成功的领袖 他怎么做 你又跟他怎么做 我们听会是我们系统领袖 他让我们怎么做 他说我们要学什么要做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做 这也是进系统 所以系统的环节看起来不大 其实做起来真的非常的简单 你看学习设定目标 学习基本功 带红柳到说明会 香港大约 他就做起来 其实不用担心 好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一点点的启发 如果大家觉得复杂了 我想我们应该学习香港双战党的Paris经验 所以下面的话我们将把话筒转交给我们香达集市的钻石领袖群 我们话筒交给主持人